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这三个图片文件并不是直接读取 而是经过转换成了数组保存在三个不同的后缀为点C的文件中 后备程序读取到液晶屏上显示 接下来 我们用一个爱因斯坦的图片 演示从图片到Claibro C6液晶屏显示的步骤 第一步 找到所需的图片 图片大小一般不超过100x100 由于Arduino的存储空间比较有限 如果把较大图片上传到Arduino空间有可能会满 并记下图片的长和宽 用图片转换C文件的工具 比如Image Converter 565 该软件在Claibro C6套件电子资源中有提供 也可以到屏幕所示的链接上直接进行转换 把图片转换成C文件之后 下载到程序文件夹中 第三步 在程序一开始 声明一个与C文件同名的数组变量 在程序中 使用液晶屏函数Jobbitmap 定义好坐标 图片的长和宽 把数组作为参数 就能在液晶屏上显示出图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屏幕扬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